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书谷,祝大家愉快地聆听每一期的读书内容。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怎样做成大事? 提到澳大利亚悉尼,你会想到什么呢? 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悉尼的标志性建筑,悉尼歌剧院。 这座设计新颖的表现主义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但你知道吗?从项目管理的角度来看,悉尼歌剧院的建设是一个大失败。 悉尼歌剧院从动工到洛城花了14年之久,而原本计划的时间是5年,而且它的造价比原本预算高出10多倍。 悉尼歌剧院的失败不是偶然,本书作者通过对大量大型项目的研究发现,像悉尼歌剧院这样的大项目,最终能够不超预算按时完成, 还能获得预期回报的只有0.5%。 了解大型项目的成败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意义呢? 本书的书名是怎样做成大事,而不是怎样做成大项目。 因为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装修一套新房或者只是翻新一下厨房就是一件大事。 你有多大的把握能够让这个翻新计划按时按预算完成? 如果我们在开始一个项目之前读到这本书,从大型项目的成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或许能够少踩很多坑。 本书作者傅以斌是牛津大学教授,也是著名的项目管理专家。 大项目的各个阶段,从前端规划、交付到失败项目的救援,傅以斌都参与过。 另一位作者丹·加德纳,是沃泰华大学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研究生院的荣誉高级研究员。 这本《怎样做成大事》一经出版,就斩获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的2023年度最佳图书奖。 大项目为什么容易失败呢? 大型项目一般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项目持续时间越久,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 黑天鹅事件是指难以预测,但突然发生时会引起连锁反应,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小概率事件。 它存在于自然、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一旦发生,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怎么避免黑天鹅事件? 你可以把项目的持续时间想象成一个打开的窗口,持续时间越长,窗口就开得越大。 窗口开得越大,黑天鹅闯进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关键在于加快项目进度,尽可能缩小黑天鹅事件闯入的窗口期。 那怎么才能加快项目进度呢? 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慢思考,快行动。 项目的完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计划阶段和建设阶段。 慢思考就是指在项目计划阶段要投入大量的思考和努力,这样才能保证在建设阶段可以迅速推进,也就是快行动。 迪士尼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就是典型的慢思考快行动工作模式。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可以说是电影业的一个传奇,制作了玩具总动员、超人总动员、心灵奇旅、头脑特工队,这些叫好又叫做的动画电影。 皮克斯允许导演在一部电影的开发阶段花费好几年时间。 虽然前期的投资很大,但和真正制作一部电影的成本相比,这笔投资就不算大了。 皮克斯工作室坚持,要在计划阶段进行充分的模拟,通过了严格测试的项目才能够投入建设阶段。 项目计划阶段慢思考,建设阶段快行动,这么简单的规律,为什么大部分项目做不到呢? 作者把原因归结为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互相强化。 五角大楼的建造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五角大楼是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单体办公楼,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但是它最初建设的计划并不是这样的。 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当时,美国陆军部分散在华盛顿特区的很多栋小办公楼里,急需一个合适的总部。 这栋总部大楼必须非常大,而且必须尽快建成。 项目负责人萨莫维尔准将是一名卓越的工程师,拥有丰富的大型建筑建造经验,完成过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等大项目,而且它的项目完工速度非常快。 萨莫维尔在接到任务之后,立刻带领团队行动起来,他们选择了阿灵顿农场这块地方。 这是一个不规则的五边形地块,为了契合地形,大楼被设计成基形的五边形。 而萨莫维尔已经顾不上建筑的美观性,它的诉求是快。 他说服陆军部部长在计划书上签了字,最后总统罗斯福也点头了。 整个过程才花了一周时间,确实很快。 如果五角大楼真的按照这个计划建造,它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丑的办公楼。 幸运的是,萨莫维尔计划的批评者找到了更好的选择。 阿灵顿农场以南不到1.6千米的地方有一个军需仓库,正好可以满足所有的技术要求。 由于选址变大了,建筑师可以将大楼的两侧设计得更加均衡以保证对称性。 而且建筑的功能性变强了,建造成本也变低了。 这个更好的选择就在距离原计划选址1.6公里的地方。 为什么萨莫维尔的团队没有找到? 为什么审批计划的人,包括罗斯福都没有发现问题呢? 原因在于他们都急于做出承诺,希望快点锁定已有的选项,快点完工。 所以当第一个看上去合适的地点出现时,他们根本没想过要去推敲这个地点是否真的合适。 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选址? 而萨莫维尔在说服上级的过程中出现了策略性虚假陈述, 也就是出于策略性目的而有益的系统的扭曲或错误陈述信息的倾向。 为了让某个项目能通过审批, 人们可能会在项目计划书中故意掩盖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压低成本,缩短工期。 在项目计划阶段,萨莫维尔没有探索可能的替代方案, 没有仔细考察困难和风险,就迅速锁定了某个决策。 作者把这种过早的锁定称为承诺谬误。 项目一旦启动,理论上是可以在发现问题后取消项目的,及时止损。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很容易陷入沉默成本谬误。 所谓的沉默成本就是为了推进项目,已经花掉的钱、时间、精力。 如果项目终止,这些投入就打水漂了。 虽然从逻辑上讲,在决定一个项目是否要继续时,不应该考虑沉默成本。 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在做决策时,很难不受沉默成本的影响。 承诺谬误,导致项目草草开始,通常很快陷入困境。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陷入快思考慢行动的泥潭呢? 作者建议,我们应该以中为始,从右向左思考,项目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要定下这个目标? 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个思考过程。 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位于西班牙比尔巴厄的一家当代艺术博物馆。 这座造型奇美,令人目眩神迷的建筑,完全突破了我们对传统建筑的理解。 其实,一开始博物馆的选址并不是现在的位置。 比尔巴厄的政府官员希望盖里将一座废弃的葡萄酒仓库改造为博物馆。 面对这个选择,盖里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原来,比尔巴厄所在的巴斯克地区曾经是西班牙的重工业和航运中心,但随着钢铁业和航运业的没落,当地经济开始衰退。 所以政府希望这座博物馆能为比尔巴厄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 了解了目标之后,盖里查看了那座旧仓库,他认为如果在旧仓库的基础上改造,很难建造出具有颠覆意义,能为城市带来活力的建筑。 如果要在这里建造博物馆,只能把旧仓库拆掉重建,但是这么做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这座旧仓库完全可以改造成其他设施,没必要浪费。 最终,盖里找到了河边的一处废弃工业区,他的地理优势在于,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很适合建造城市标志性建筑。 比尔巴厄古根海姆博物馆建成后,一夜成名,游客们为了博物馆而涌入这所偏远的城市,为巴斯克地区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从项目目标出发,盖里推翻了原有的想法,重新制定了项目计划,这才有了吸引无数游客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可以说,正是以中为始的慢思考模式造就了这一成功。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慢思考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落到实处,像皮克斯一样思考和计划,具体学习一下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计划迭代法。 一部动画电影是从一个有趣的想法开始的,有了想法之后,皮克斯的导演会写大纲,把想法变成一个故事。 这份大纲要经过一组导演,编剧,艺术家和皮克斯高管的评审,通过之后才能进入写剧本阶段,否则就修改大纲,再来一轮评审。 剧本也是一样,通常要进行几轮迭代,一旦有了不错的剧本,导演会和一个艺术家团队合作,把剧本绘制成故事版,然后做成一个模拟视频。 每张故事版覆盖的电影市场大约是两秒,所以一部90分钟的电影需要大约2700张故事版,还要再加上对白和简单的音效。 这个模拟视频实际上就是粗糙版的电影,从一个有趣的想法开始到模拟视频的完成,整个过程已经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慢思考的过程还没结束,模拟视频制作完成之后,皮克斯的电影制作人会给视频挑刺,提出很多问题。 一般来说,模拟视频第一次放映之后,很大一部分都会被抛弃。 接下来就是重新修改剧本,重新画新的故事版,重新制作模拟视频。 这样的迭代过程通常会经历八次。 皮克斯的迭代法可以总结为,尝试、学习、再来一次。 使用模拟和迭代的方法来制定一个有创意的、严格的、详细可靠的计划,尽可能保证项目能够顺利地、迅速地完成。 然而,也有人反对制定详细的计划,认为计划太多会阻碍行动,尤其是在需要创造力的领域。 因为有失灵感来得出乎意料,没办法提前计划。 而且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那么,如何做出合理的计划呢? 这里也有门道。 在计划阶段,项目需要花多长时间,多少资金都是需要预估的。 研究表明,人们经常会低估完成某项任务所需的时间。 即便有信息表明这种估计是不合理的,人们也一样会低估所需的时间。 这种现象被称为计划谬误。 计划谬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比如,周末你准备加个班,把工作带回家做,结果你最终完成的工作量比计划的要少。 这并不是你第一次把工作带回家,为什么还是不能准确地预估完成这些工作要花的时间呢? 是什么影响了你的预估? 大部分人在做预估时会忽视过去的经验,而是想象最佳情景。 想到周末回家工作,你的脑海中形成在家工作的画面。 但你构建的场景往往只关注自己工作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周围可能会出现打扰你工作的人和事。 比如,家里的水管突然坏了,朋友突然约你吃饭。 对大型项目的成本和工期进行计算时也会出现计划谬误。 基于最佳情景进行预估,而忽略了过去类似项目的经验。 认知科学家侯士达把这种计划谬误,细称为侯士达定律。 即便你已经考虑到了侯士达定律,你花费的时间也总是比预期的要长。 那么,怎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预测呢? 预测的心理过程其实就是锚定和调整的过程。 举个例子,你觉得写一本书需要用多久? 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卡罗在写书之前曾经当过六年的调查记者。 当时他的工作节奏是,花一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调查,然后写一篇报道。 用新闻编辑部的写稿速度来预测,他写一本书的一张大概要花三个星期,而一本书可能有十二张。 所以,卡罗对进度的预测是,写完一本十二张的书大概需要三十六个星期,这就是卡罗用的锚。 卡罗知道,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变化,所以要在这个锚的基础上上下浮动,这就是调整。 经过调整,卡罗预测,他写一本书需要一年时间。 然而,卡罗最终花了七年才完成这本书。 并不是卡罗的能力有问题,而是他对写作进度的预测一开始就是错的。 他选择了新闻编辑的毛,去预测写书的进度。 由此可见,在进行预测时,毛的选择至关重要。 用对了毛,做出正确预测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如果把毛固定在错误的位置上,预测就会很不准确。 怎么找到正确的毛呢? 参考类别很重要。 我们应该参考这一类已经完成的项目,根据它们的成本、时间、收益数据来进行预测。 还是拿卡罗举例。 和过去写新闻报道的经验相比,卡罗可以找到更好的毛。 他的参考类别应该是和他计划要写的内容类似的书。 卡罗可以把类似的书列一个清单,然后找到这些书的作者询问。 他们写书花了多长时间? 他们写书的平均时间就是卡罗可以用的毛。 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卡罗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就能得出预测结果了。 这个预测结果虽然并不完美, 但肯定比卡罗预测的一年时间要准得多。 除了参考过去的数据, 我们还应该重视过去经验的价值。 使用成熟的技术,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和建设团队, 能增加大型项目获得成功的机会。 帝国大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一度是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 而且这座传奇建筑是以极快的速度完工的。 建筑师威廉·兰姆本人曾经设计过类似的高楼, 他坚持建造帝国大厦时, 必须选择成熟的已经经过验证的技术, 避免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 尽量使用可以批量生产的部件, 减少手工操作。 而且建造帝国大厦的工程队, 有着丰富的建造高楼的经验。 总之,帝国大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经验。 另一个极端是奥运会。 每一届奥运会由不同的城市承办, 操办奥运会的人都是新手。 如果奥运会一直在同一个城市举办, 场馆能够重复利用, 举办大型体育盛会的经验也会越来越丰富, 结果一定是事半功倍。 然而,奥运会有政治和经济的考量, 奥委会希望各大城市竞争举办奥运会, 各国也希望能够通过奥运会提升国家形象。 为了满足政治需求, 主办城市在体育设施的建设上往往会追求标新利益, 不愿意重复其他地方的设计。 虽然这些设计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设计, 奥运相关的基建项目通常偏向本国人, 希望创造更多的本土就业, 而不会选择其他国家有经验的团队。 1976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 由于病态的追求最大最高最独特的体育设施, 那一届奥运会最后成为了奥运会超支记录的保持者, 魁北克省花了30年才还清了欠债。 从奥运会的例子就能看出, 经验被边缘化, 很大原因是政治因素。 加拿大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加拿大政府需要购买两艘破冰船, 尽管外国制造商在建造破冰船方面更有经验, 但是加拿大政府决定将合同交给本国的公司, 而且加拿大政府把两艘船交给了两家公司去建造, 第一艘船没法为第二艘船的建造积累经验, 结果破冰船的成本从预期的26亿加元飙升到72.5亿加元。 加拿大政府之所以要这么做, 是因为第一家公司位于魁北克省的政治要地, 第二家公司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政治要地。 为了政治回报, 加拿大政府选择多花了几十亿加元。 经验被边缘化的另一个原因, 是想当第一, 追求最大最高最长最快。 西雅图政府为了造出全世界最大的隧道, 专门定制了一台全世界最大的隧道绝境机。 这台耗资8000万美元的机器, 刚攥了300米就出毛病了。 工人们把它从隧道中挖出来, 修好,然后再重新开始施工。 不出所料, 这条隧道的工期和成本都严重超出了预算。 其实, 西雅图政府完全可以挖两条标准尺寸的隧道, 但如果这样的话, 西雅图就失去了拥有全世界最大隧道的头衔。 这些失败的例子告诉我们, 想要增加大项目成功的机会, 最好使用已经成功交付过经过验证的设计方案。 使用现成的成熟的技术, 雇佣有经验的团队。 审当第一个, 慎用新技术, 慎用初学者。 以上就是慢思考的过程。 确定了项目的目标, 利用试验、模拟和经验制定好计划, 根据过去同类项目的实际表现做出了预测, 并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了防范的预案。 慢思考的阶段完成了, 接下来是快速行动和交付项目的时候了。 快速行动的关键是模块化建设和上下一心的团队。 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模块化建设。 模块化就像搭乐高积木, 虽然每个积木都很小, 但它们组合起来可以搭建出很大的东西。 制造业早就在搞模块化了, 比如生产汽车, 先生产各种模块化的零部件, 再拼装成汽车, 效率非常高。 模块化的本质是把大项目分解成小任务, 核心是不断地重复。 和建造一个全新的大建筑相比, 不断重复建造小模块显然要容易得多。 不仅制造环节的成本降低了, 而且对于设计方和工厂来说, 重复性强意味着容易迭代, 和改进。 对于工人来说, 重复性的操作能让他们快速学习, 提升效率。 比如卫星制造, 常见的卫星制造过程非常复杂, 而且成本很高。 以价名为Planet的卫星制造公司, 以尽可能低的成本, 制造出了便宜的, 方便使用的模块, 大小只有10厘米间方, 然后用这些小模块组装成立方体卫星模块。 三个立方体卫星模块拼接起来, 就可以得到一个鸽子卫星。 每颗鸽子卫星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建造出来。 而且以制造卫星的标准来看, 鸽子卫星的成本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由于足够便宜, 鸽子卫星即便发射失败了, 也不会导致项目破产。 现在Planet公司已经把数百颗鸽子卫星送入轨道, 形成了一个卫星群, 可以在气候监测、灾害响应、 城市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 所有的项目都可以模块化吗? 答案是肯定的。 模块化本质上是程度问题, 所有项目中都有可以模块化建设的部分。 举个例子, 帝国大厦的模块化程度肯定不如乐高积木, 但建筑师设计的地板许多是完全相同的, 至少是相似的, 这就是模块化的部分。 除了模块化思维, 快速行动还需要一支上下一心的队伍。 当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愿意为共同的目标全力以赴的时候, 项目才能又快又好的推进。 伦敦西斯洛机场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2001年, 英国机场管理局宣布, 经过多年的规划, 5号航站楼将于2002年开始建设, 整个项目将在6年半内完成, 2008年3月30日正式启用。 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 而且在建造过程中, 机场不能关闭, 整个项目必须在不中断机场运行的情况下完成。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英国机场管理局采取了三个关键策略。 第一是计划。 和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皮克斯迭代法一样, 5号航站楼在建造之前, 已经在计算机上模拟了无数遍。 第二个策略是采用与传统方式完全不同的模块化建造方法。 5号航站楼的建造现场看上去是一个传统的建筑工地, 但它其实是一个装配场所, 各个部件都在工厂里完成制造, 然后运到工地上进行组装。 第三个策略就是打造一个互相信任彼此理解的高效团队。 5号航站楼的建设团队包括成千上万来自不同组织的人, 从企业高管、律师到工程师, 再到测量师、会计师、设计师、电工、水管工、 木工、焊工、玻璃工、油漆工、 司机、管道安装工、园林设计师和厨师等。 怎么把这些不同背景的人凝聚成一个可以高效协作的团队呢? 英国机场管理局没有选择把工程发包给企业, 然后退到监督的位置上, 而是主动地领导整个项目分担风险, 尽早介入各种可能的争端、协调冲突和诉求。 而且参与这个项目的许多公司的管理者都互相认识, 有过合作经验, 所以各方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比较融洽。 英国机场管理局主管兼工程师沃斯腾霍姆回忆这个项目时, 用了英国人喜欢的足球比喻。 如果你想赢得一场足球比赛, 那最好每个赛季都派上同样的阵容, 我们相互信任,彼此理解。 为了激发团队成员的身份认同感, 英国机场管理局告诉五号航站楼项目的所有参与者, 在这里你的团队不是你的公司, 而是五号航站楼项目, 我们是同一个团队。 机场管理局贴了很多海报, 上面写着, 我明白了, 我是为五号航站楼工作的。 在后勤保障方面, 机场管理局为工人提供了最好的厕所、浴室和食堂, 为所有人提供了个人防护装备。 为了确保整个团队的目标一致, 项目经理们会主动询问工人们的意见, 让一些工人和设计师一起探讨如何改进设计方案和工作流程。 共同的身份认同、目标和标准, 开诚布公的交流, 造就了一个互相信任彼此理解的高效团队。 五号航站楼最终按预算按工期顺利完成, 正式开放时间比预定的日期还提前了三天。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了。 作者用自己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 总结了大型项目成败的规律。 慢思考,快行动。 在项目计划阶段, 以终为始, 使用模拟和迭代的方法, 制定详细可靠的计划。 在项目建设阶段, 利用模块化的力量, 用小事物来构筑大事物。 增加大项目成功机会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模式, 可以成为我们做任何事的行动指南, 指引我们把愿景变成计划, 将计划付诸现实。 好, 《怎样做成大事》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